2月10號星期三的多肉仙人獎開箱321A選 請問你要買這個名叫小飄的還是小彩虹 還是這個漂亮的還是小貓咪呢 請問你要買像泡泡一樣的還是小彩虹的 還是貓咪的還是小葡萄的 你要哪一個呢 我要加哪一個 好謝謝 好 那 沒有看到我是貝貝 好啦我們現在就來介紹一下吧 這個呢 我叫他 毛毛 好那這叫毛毛 這叫什麼 因為他身上有很多毛 哎唷 然後這也叫 這叫小毛毛 這比較可愛 然後呢這個叫小海草 因為他很像海草 然後再來這個是 糖霜 因為他的那個白白的很像糖霜 有有有有有有FU 哎唷 這邊弄斷了 然後這是小葡萄 因為他很像葡萄 你應該要把它換個地方 後來沒有人可以看到 對對對 這叫葡萄 因為他很像葡萄 這是小葡萄 因為是我最喜歡的葡萄 然後就加上我最喜歡的鬼滅角色 然後再來這個是小貓咪 你跟我一樣的名字 那就貓咪 那我就叫貝皮毛 好 來 來 來 我就選這個 玫瑰蛇 因為 嗯 也是我最喜歡的鬼滅角色的名字 最後一個字 蛇 狄 迪丸 誰 迪丸 對啊 迪丸 因為小葡萄在身上那隻 對啊 很可愛 叫做Baby貓 Baby貓 他們吃Baby嘛 Baby貓 因為那個姊姊有 那我們就改成Baby 然後這個叫做 彩虹溫泉 小彩虹 整體字 溫泉 我們可以叫它溫泉 溫泉比較少說 感覺像在泡溫泉的感覺 對不對 對啊 然後呢 這叫做 我的小毛毛 那這隻 這隻 這隻 像小蜜蜜 因為 剛剛說是蜜蜜她頭髮的 小叉 這個很特別喔 小叉 它是不是很像一個叉 很像一個叉 啊 有有有 我要看 這樣鏡頭看不到叉 真的耶 好像喔 我要換個位置 好 好 這下要介紹我們 我是今天的主角的空氣鳳梨 這叫變異狐狸尾 變異狐尾 它牌子被爸爸死掉 它牌子被爸爸死掉 有什麼特別的 它有什麼特別的 很像狐狸尾巴 然後全身發刺 我看會不會是 噢 然後這些空 等一下介紹的空氣鳳梨 都是不用種在土裡 在空氣中就能生存 對 就說 這個是小頭 鳳梨 因為它們很像鳳梨的頭 所以就想要空氣鳳梨的頭 好 這個是鳳梨頭 喔 配信可愛呢 有 唉唷 你的空氣鳳梨已陣亡 這個真的很像小草 這是海草 也是孟立独場的地方 然後趁機 趁機抓到蛇 不對 它喜歡吃雞 黑豹喜歡吃雞 下一個 在水裡生存的小灰 就是一隻貓 牠在水裡 就是魚 就是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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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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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也可以叫 小竹鳳梨 呵呵 鳳梨頭 鳳梨頭 每個晚上 每個晚上 就會 謝謝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他就砸到我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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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喔 照顧 好 好 啊 巴 l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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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aола 之後他不讓大家看那樣的動作 動作 他不讓大家看那排藥給人家的動作 小天吃不吃了 給大家看一下 把它拔掉 好長喔 裝在小場內 會不會長出一個 長出一個玫瑰蛇 大家記得訂閱我